初次见面 我可以给你 但是以后 你得拿情报来换 明白了吗 我明白 我明白 你干什么 我只是对你楼手好奇一个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我把他们回起一些 我明白了 大哥 你怎么回事 货都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出场 这档货 我要亲自压运 路线记住了 今天晚上 你带兵临警 把所有的粮食 药品 都给我扣了 压货的人 都是罪大恶极的地痞流氓 如玉顽抗 格杀勿论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带上我的手令 进来 有 都副官也在呢 小子 有事啊 爹 今天晚上让我带兵去巡查办 你 不用了 我都安排好了 今天晚上有行动啊 没有 城外例行检查 那我跟着一起去呗 不行 怎么就不行了 他把老子说不行就不行 司令 您不能因为我的一次失误 就全盘否定我 绍帅 司令是担心您身上的伤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司令 请给我一次机会 请给我一次机会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他妈的 有啥事能瞒着你呀 那我凭什么不能去啊 今天晚上我非去不可 康少庭 违反军令什么后果你知道 妈的个爸 这个驴脾气 好吧好吧 就算你戴罪立功了 不过 一切听子岗的听见没有 别乱来 是 二爷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押韵的 除了唐主跟歪子 都是咱的人 您就放心吧 都是咱们的人 唐主知道这事吗 是歪子负责的这事啊 他懂啥呀 我把人给他一给 我把人给他一给 连个屁都没放 你把那份货的清单给我弄了 我要看看 是 少帅 那么晚了还要出去吗 今天晚上成外例行检查 我得出去一趟 你还有伤呢 今天晚上就别去了吧 那怎么能行呢 我好不容易跟我爹 把这次机会给争取下来 我不能让我爹失望 我走了 我和你一起去 你 不行 我可是你助理 长官在哪儿 助理就在哪儿 不行 你就待在家里边 洗洗睡吧 喂 难道你也不信任我了 行了 天快黑了 走吧 我真正用不过你 走吧 都盯紧尿啊 咨词 咨词 雨 好 好 兄弟们辛苦了啊 今天怎么这么多重型武器啊 不是说好成长检查的吗 现在时局混乱 突飞也多 我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啊 怎么了 对不起 我的头有点晕 不想跟车上休息一下 行 天气这么冷 说了让你别来的 来 林姐 你们穿个装了什么东西 长官 我们就是去接干货 这是录影 长官 行得方便呗 一杆毁录军人 来人 给我把他拿下 给我把他拿下 冲坏 王晴天 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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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危险了 你不要去 这是一次机会 我必须得抓住他 绍坏 绍 给我把后面的小包围了 快到家人 斯川 把后屋转移 好 斯川 你小心 攻击 攻击 你给我站住 再也不站住老子开枪了 怎么了 不是说好了吗 是空落定 他找我报仇来了 那怎么办呢 别管他 继续开船 快 快 黄锦天 你给老子站住 再也不站住老子开枪了 少廷 别追了 少廷 丹城 少廷 少廷 快啊 歪子 少廷 停车 王堂主知道 少廷 不好意思 少廷 你也知道 我这腿脚不太方便 要不少帅 我们上车聊聊 我让你 大厨 你怎么样 伤到哪儿啊 不小心你又到手了 都怪我不好 我送你道医啊 都怪我不好 死心没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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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先别问这么多 陶医的人交给我了 你赶快回去 谢谢你 马霍龙一定会清点人数的 你记住啊 千万不要露出破绽 嗯 去吧 敢跟娃子玩黑吃黑 我倒要看看 他康少廷吃不吃的家 当初 兄弟们都死了 今天要不是娃子拼命 连老子都回不来 咱们堂里一定有内鬼 你们两个都给我去查 查得有啥 要是让我知道 有谁知情不报 老子拧下他脑袋 滚 走 白总 你也累一天了 去休息吧 大哥 你行不行 没事 走吧 大哥 有事招呼你啥 嗯 来 来 出来吧 你来干嘛 我想找你谈一谈 没什么好谈的 不管那枪是不是你开的 但都是因为你 我现在成了残疾 还有燕子 还有我的孩子 还有我的孩子 我 你开枪吗 如果你不想被一直蒙在鼓里 就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好吧 那天 司机跟我 噓 你敢偷听 我 我只是路过的 谁派你来的 你敢偷听 我再问一次 我再问一次 是谁派你们来的 三 二 我 我说 我说 是 是二爷让我来的 杨二 这个杨二 一定有问题 之前就是他说 疗养院里有我们的货 也是他带人去烧的 我只是说 辽养院里搬不走的货 我们烧掉 并没有让他杀人 一下 这件事情 你救贾冲什么都不知道 好 好 好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漂亮 我们这次动静闹得不小 马灰龙一定会直插下去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怎么让司机过关 都推到少庭身上 就说是少庭对王晴天的报复行动 不就完了吗 司令 您怎么什么事都让少庭背黑锅 儿子替老子背黑锅咋的了 心疼了 司令 自刚 粮草和药品的数量 都如实汇报上去了吗 这次量比较大 我怕马灰龙会起义 马灰龙怎么能知道呢 少报台不就完了吗 不行 马灰龙擅长从细节上判断情报的真假 我们不能大意 你放心 昨天晚上我们的任务成功后 我就已经吩咐人 把车从悬崖推到了河里 我们就说 他们是在逃逸的过程中 不慎翻下了悬崖 损失了大量的粮草和药品 你妈的个巴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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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能耐了啊 深谋远虑啊 其实 这也是薛云镜提醒我的 好 好 思琪啊 嗯 你的手受伤了 哦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昨天晚上我陪康少庭去领检 截获了一批小金糖的走私货物 当时场面特别乱 翻了几辆车 这才受了伤 哦对了 这些是货单和吉娜的货单 这些是货单和吉娜的货单 你们岂不是损失铲碰啊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吗 紫琪啊 你们这些人 一天大晚出生入死啊 利用植物之变捞点好处 我可以睁着眼闭着眼 但记住了 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分手 我明白了 马叔叔 我就是 我就是想多赚点钱 早点报仇 我以后会注意的 把注意力啊 放在工作上 有时间 去落实一下那个地点 嗯 先去吧 好的 马叔叔 那我先走了 出来吧 出来吧 他说的 都属实吗 科长 这是在 杨尔那儿得到的货物清单 我们到了案发地点 在江边上 发现一些散落的药物 汽车残骸 还有粮食 段思琪 翔总司 康绍婷 来了个黑吃黑 你看这事闹子 是 科长 我觉得您是不是有点过于乐观了 怎么 你现在还不相信他呀 我从来就没相信过他 证据呢 现在还没有 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他 接着找 我不是说别来打扰我吗 我不是说别来打扰我吗 把枪掏出来 走了 这事闪着我 你这事闹着你 我没得罪你 你怎么会 我没得罪你了 我没得罪你了 说 马慧龙是怎么说的 我没得罪你了 我没得罪你了 你怎么说你了 我说你了 你怎么说你了 我没得罪你了 我说你了 说还是不说 我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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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自己看着办 我说 我说 那天马慧龙 然后给了我一张照片 然后 让我去烧养老院 然后让我嫁祸给忘景点 我还不这么做 他就会杀了我 你是怎么烧养老院的 我那边 进了养老院 然后 我 我 我脚上油 坐上门 点上火 然后里面就 啊 住嘴 你们这些王八蛋 都一个一个的下地狱 跟我点道歉 来 你会功夫 我会得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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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淘宏使出了唐首刀 怕是雪云锦 已经觉察到了我的身份了 要不要马上去把他给抓掉 于今之际 我们只有 借刀杀人了 借谁的刀 当然是马慧龙的刀 让他们中国人 此相残杀 喂 喂 长官 我是杨二宁要求我呀 怎么了 玄今来找我了 我差点要死在他手里 那你什么都说了 我什么都没有说 但他什么都知道 他不仅嚷嚷着要杀我 对了 还要嚷嚷着要杀您呢 是吗 真的呀 他说让我们一个个向他爹去谢罪 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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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您 杀了段屏山 胡说八道 段屏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啊 我也不明白啊长官 长官我都吓坏了 我又担心您 所以我赶紧来向您汇报啊 算你有些 你现在在哪儿 我派人去保护你 谢谢长官 我现在很安全 就这样吧 我来翻译一下他吧 你请 我请你 你快点 我来 зав独特 你 你快点 我到你去 我说のは 你 我来 我去 你 你 我 杨二不可能知道断平山的事 难道薛玉进真的知道他死因了 既然如此 你就不要怪师父无情了 许多 是我 听我的命令 命令所有的人薛玉进已经背叛组织 见者格杀无论 怎么不见小金堂的答案呢 前段时间科长拿去了 还没有归乎 要我去催一下吗 不用了 喂 答案是 什么 明白 找什么呢 没 没找什么 电话里面说了什么 三 二 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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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说你背叛了组织 见者格杀无论 你求求你 我求求你别杀我 我不得了 唐 徐 徐说 重要通知 什么通知 须云镜背叛组织 见者格杀勿论 真的假的 谁知道 请接收 签个字了 教肤长在大楼里 他们在他车上装了炸弹 他们为什么要杀他 不知道 据说 是科长亲自签发的命令 给 大人是齐活 背着 抓走 你快跑 大人是齐活的组 我们是齐活的组组织 大人是齐活的组织 又这 什么事儿 这个车上被撞了炸弹 把四药房间的窗户已经破坏了 去坐的车就停桌楼下 车排号是零零零 车要是 走 在这儿呢 不抓着他 走 你还有脸站在这儿 科长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我要看到的是 薛言进的尸首 而不是你这条咸鱼 科长 我觉得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吧 关键是怎么抓住薛言进 你说 你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 薛言进把档案是烧了 这是欲盖弥彰 他是想销毁段思琪的档案 我们应该加强对段思琪的坚实 我想他一定会联系段思琪的 薛言进来到档案室 未必就是要找到段思琪的档案 不过 可以按照你说的去办 是 是 去擦擦你 有您一封信 胡妈谁送来的 是在信乡发现的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你要黄泡车吗 不用了 谢谢 谢谢了 谢谢了 黄泡车 走 去哪儿 先走再说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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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听说你被通缉了 怎么了 我今天去复兴社 拿洋案的档案 顺便把你的投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知道这样做非常不好 但是 我真的想给你自由 这么说 你真的判处复兴社了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难道你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吗 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问了 明天我就离开这里了 你要去哪儿 你这不还是在关心我 有没有想故地重游一下 没兴趣 谢谢您了 谢谢您了 我很想知道 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你先进去 我一会儿来找你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在这儿 让我先进来 就是为了换身衣服 还顺略帮你摘了朵花 我希望我们最后的相聚是美好的 还记得那个祷告室吗 小时候我喜欢一个男孩 他叫薛云静 他对我很好 人也很正直很善良 可是因为一次变故 我们失散了 朱 会保佑你们重逢的 你看这个哨子 这是他送给我的 他说 只要我一吹哨 他就会飞到我身边来 可是十年都过去了 他一直没有出现 我每天都在这儿祷告 祷告他平安 祷告他快点出现了 放心吧 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会回来娶你的 可是我现在要走了 这次见面 这次见面 写二次吧 就等留个纪念 再给我写个旗子吧 写好了 写好了 你的手长得很特别 天生就带着字 带着什么字啊 骗子 就给你写这两个字吧 写了阴光 写心住点 写慢点 这样我才看得起 还是棋子好爱 我 这样我就能把它永远放在心里了 是远别来无恙 问天上明月亮 可知我心中所笑 天地间再无弥漫的笑 我走了 那是与你欢笑 去哪儿 我跟他们发了情报 我说你会在这里拦截我 他们应该在盖拉的路上了 为什么